我们从一个叫塞东尼亚的地方开始我们的火星之旅吧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张人脸 就印在这颗红色星球的沙地上 这张照片是1976年由一个名为维京一号的太空探测器所拍摄到的 你可以分辨得出这个生物的眼睛、鼻子和嘴巴 这张照片引发了许多关于这种生物起源的猜测 有人问这可能是火星上古代文明的遗迹吗 这颗行星上的居民可能比人类还高大得多 因为这颗红色星球上的眼力比地球眼力还弱2.5倍 所以重力阻挡不了这些居民的体型生长 因此它们的头可能真的和你在这张照片里看到的一样大 其他人推测如果我们在那里进行挖掘 或许可以找到火星古代居民的剩余遗骸 这会是巨大的骨头 每一根都有一个地铁车厢那么大 但后来所有的想法和各种理论都停歇了下来 因为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这个地点的新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2001年拍摄的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不是一张脸 而是一座山 眼睛和嘴巴只是山的阴影 另一个神秘的剪影是在火星的南极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 左边是天使的身影 右边则是心形的轮廓 但天使的头部实际上是一个陨石坑 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落在了那里 撞击产生的爆炸融化了那里的冰 并形成了一个深凹盆地 这个撞击坑的缓坡 形成了所谓天使头周围的光环 而左臂则是因为冰的升华过程所形成的 当时火星南极的冰变成了气体并蒸发 露出其地表下的红土 这个过程发生在季节变化时 然后那里的温度会开始上升 火星上的平均温度大约是摄氏-63度 但在沿着的夏天 温度可能会达摄氏-20度 那里的环境足够暖化 当你外出时 甚至可以穿短裤都没关系 接着是心脏部分 科学家们认为 这是由于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图腾 这时风吹走了表层土壤 露出下面的黑色物质 但是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 这种深色物质的起源为何 火星探测器精神号传回的图像中 有一张看起来很像雕像的东西 有些科学家推测 这座雕像是由某个正在观察地球生命的文明所创造的 但其实这只是幻想性试错觉的良好范例而已 这是由于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将随机的形状和物体 与熟悉的东西给联系起来的关系 例如人类的轮廓 2015年在火星的岩石中发现了另一尊女性雕像 但是这其实也只是光影效果而已 这张2019年所拍摄的照片暗示 火星上的某人当时可能只穿了一只鞋在走路 因为另一只鞋便躺在那里 但它其实只是一块看起来像机器人脚或太空服靴子的小石头而已 而这可能是穿这只鞋的脚的一部分 这块石头看起来像人的大腿骨 科学家说它形成这种形状是因为侵蚀作用的关系 由于数百万年来 这块岩石一直经历着空气或水的侵蚀 直到人们发现了它 并开始创造相关的理论 但火星上可能不只有类人生物 可能也有鱼 这个东西看起来像鱼的遗骸 可惜科学家们表示 火星大气层中从来没有足够的氧气 可以支持复杂的生命形式 所以那里是不可能有类人生物或鱼的 这块岩石让某些人以为火星上有恐龙 这是万龙岩石 它确实很像1.51年前 生活在地球上的一种知名恐龙 它比一辆校车还长 和波音737一样重 但我们在火星上发现的 只是一颗形状相似的小石头罢了 这张照片是好奇号火星探测车 在2020年所拍摄的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火星表面留下了一个菲利普钻头 会不会是我们之前见过的巨人脸呢 不 它只是一块闪亮的岩石 以某种角度反射太阳光线 使得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金属钻头而已 这东西看起来像个溜溜球 但其实这只是另一个陨石坑 溜溜球的尾巴原来是一条小溪 这个陨石坑位于一个小高地上 火星上有水的时候 水会从山上流下 并形成这条尾巴 火星上另一个奇怪的东西是这个汤石 它就在这张照片的正中央 有长长的把手和汤石本身 但其实这也是侵蚀作用罢了 由于这块石头经历长期的风石或水石 因而才看起来像是一把汤石 由于这颗红色星球上的重力很弱 它才悬浮在空中 而不会因为自身重量的作用坠落 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就是这块陨石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陨石的一小部分 这是一个大小可以放在手掌上的金属卵石 研究人员将之命名为氮石 机会号火星探测车还发现了一些 后来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张照片中看到雕像的头部 它看起来仿佛有眼睛 鼻子和长长的胡子 但如果你把它转过来 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卵石 另一个奇怪的陨石坑 看起来像某个复古电子游戏中的角色 但其实这是陨石坑中心的 新月形沙丘的角度 它照射下的阴影使我们以为这个陨石坑正准备开始移动 这张照片显示了火星上现代人的痕迹 但这次它们可是真的了 2012年 好奇号探测器在火星表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然后它为这个物体拍了一张特写照 但原来它是探测器本身的一块塑胶碎片而已 我们已经在火星上留下了许多人造物品 那里有一整队的探测器 例如火星2号 它于1971年11月在火星表面坠毁 5天后火星3号探测器成功软着陆 但后来它失去了与地球的联系 目前它应该还在火星上的某个地方 25年后人们把旅居者号送到了火星 它长得就像车轮上的太阳能电池板 然后是精神号和机会号 以上这些是自2004年以来 一直在探索火星表面的探测车 在那之后则有好奇号 至今它仍在运行 它不断地向我们提供这颗红色星球的照片 毅力号和祝融号探测车 于2021年被送往火星 继续探索这颗星球 以上这些探测车都以同样的方式着陆 首先运载火箭会从环绕火星的轨道上 扔下一个着陆舱 着陆舱是一个太空舱 用来保护探测车 免受火星空气摩擦的伤害 当探测车落下时 着陆舱会发射一个降落伞 以减缓其下降速度 直到探测器接触到火星表面 着陆舱有隔热罩 在下降过程中会脱落 这就是它们的样子 当它们落在地面上时 就会形成小燕鼠状的斑点 最新的探测车 是在空中起重机的协助下着陆 这是一种额外的着陆舱 在大约1800公尺的高度处 着陆舱会解开降落伞 并点燃8个小型喷气发动机 当探测车到达 离地面20公尺的高度时 它会在空中盘旋 并用吊带协助探测车降落到地面 当这一切完成后 空中起重机将再次提高高度 并尽可能远离探测车 接着它会坠毁在火星表面 这代表着人类已在这颗红色星球上 留下了很多垃圾 当我们在月球上留下的垃圾更多 我们已经向那里发射了六次太空任务 许多部无人驾驶的太空探测器和几台探测车 我们还在这颗地球的天然卫星表面 留下了几张旗帜 广播摄影机和许多其他东西 月球上所有的人类垃圾总重超过18万公斤 那差不多是30头大象或18辆校车的重量 但由于我们计划把火星变成我们的新家 我们肯定会继续向火星发射更多的东西 首先我们需要向这颗红色星球运送大量的食物、水、科学设备和成千上万片太阳能电子板 一开始火星上将完全由机器人居住 他们会用这些面板在火星上发电 然后他们得建出生活舱和废物管理系统 在约两年后 我们将把第一批人类送到那里 以及更多的有效载荷 他将作为燃料和氧气提取 以及火星科学探索的工厂 然后火星上将会有足够的餐位单元 可以支援人类殖民地的生命存在 接着会有火星医院 也会有温室 以供我们种植食物 甚至还会有旅馆和餐馆 让人们在那里的生活可以舒服自在